太后才是后宫端水大师 四大爷都得考边站 为了稳定后宫 保住老乌家的荣耀 太后可没少在后宫玩权衡之术 那水端的 必四大爷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尤其是在和甄嬛的几次交锋里 这种权衡术表现得极为明显 其实这正是这位上任宫斗冠军的女子生活图鉴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选秀现场 甄嬛一身肃静 难掩滋色 又以一句 环环一鸟处公腰 加上一张纯圆脸 让四大爷直接沦陷 这聪明又漂亮的女人 圣宠加甘政的风险极高 属于太后要警惕的高危对象 现在她又长了一张纯圆脸 日后又当了宠妃可怎么得了 为了后宫未来的安定 太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回合 一边说甄嬛名字犯了忌讳 一边打出猫猫喝茶连招 想借此逼退甄嬛 可一向怕猫的甄嬛 却镇定的应对了过来 太后一看 这闺女还算稳重 应该不会犯什么大事 就勉强给了个及格分 甄嬛进宫后装病必宠了半年 但还是不出意料的当上了宠妃 又是交房专宠 又是赎紧御邪 还能时时出入御书房 一向受处的华妃都看不过去了 带着一件极好的墨狐皮大肠 去找太后倒酸水 太后也看出来 这后宫的恩宠有点偏颗 赶紧送了华妃 一只大金簪子哄哄她 扭头又去跟四大爷权衡利弊 让她注意点前朝后宫的关系 在那年喇叭和公嫔妃向太后请安 太后专门点了甄嬛的名 甄嬛出门前特地换了一件宿景的衣服 现在正好在太后面前加了分 太后一看她还算乖巧 就让她来自己宫里抄佛精 这个动作乍一看 有点像华妃搓摸梅姐姐那招 但太后其实是在救甄嬛 太后教甄嬛天天来自己宫里抄佛精 是为了让她少点时间去勾到皇上 在聊天的时候 太后又告诫甄嬛 不如意的时候要学会排遣 意思就是让皇上多去别人那儿 你得想办法打发深宫寂寞 甄嬛也听懂太后的意思了 回去就赶紧推着皇上去看皇后 这样一来华妃怨念散了 皇后空方不再寂寞 甄嬛自己也能少点仇恨值 这后宫一下子就安生了 还有后来甄嬛回宫 太后见她时 除了试探她的目的 还给她下了任务 太后说 现在皇上身边的人不清静 你得多规劝着点 意思就是让甄嬛去制衡后宫 比如那个瓜什么的 我就不点名了 太后其实从来没有恶意 她只是在看不过眼的时候 出来把局势扳正 这格局就比遗修强多了 作为姑之俩 太后其实也没少规劝遗修 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啥情况吧 你又何必急着杀母夺子 做得这么绝呢 后宫怎可有两位太后 唯一的人选就只有臣妻 也只有臣妾 才是唯一母仪天下的皇后 太后作为此进城三大主子之一 内格局不是一般的大雅 宫身为太后的侄女 一辈子也没学到姑姑的精髓 而太后为了维持老乌家的荣耀 一边给宫收拾餐局 一边给她上辅导课 可宫还挺叛逆 说啥都不愿意听 可真是操碎了老姑姑的心啊 就比如说那次复查贵人小产 案发没多久 太后就冲到了现场 前面先把姐方贵人这几次订单 太后都没说啥 后来甄嬛小产 太后也没管 就这次她第一时间冲到了案发现场 主要还是因为 遗修这次行动太冒进了 你看啊 案件背景是遗修举办的赏花大会 案发地点是在遗修院里 凶手是遗修的宠物 三条关键线索都指向遗修 这么粗糙的计划太容易出差评了 所以太后着急忙慌地赶到九人宫 除了要了解案情 更重要的是出门解救皇后 虽说遗修是太后的侄女 但复查肚子里的还是太后的亲孙子 那孽障害死的 是哀家的亲皇孙 太后晚上又单独叫了遗修来喧话 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 但有些事不行 可惜啊 遗修只听见了前半句 后半句听完就扔 后面的堕罗莫订单 玩得是越来越花 这不在齐飞下限事件里 太后又是一眼看出遗修的手段 那时候华飞两量倒台 甄嬛出宫为泥 整个后宫只剩皇后当家做主 遗修这就飘了呀 为了抢儿子 她直接搞死了乌脑齐尔哈 太后实在看不过去了 又把遗修叫过来谈话 太后一上来就接了遗修老底 可遗修供认不讳 伤害几乎为零 为了让遗修长记性 太后又搬出来纯元说事 遗修一看这样 既然你犯我黑历史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她拿出老乌家的荣耀正常 说自己才是唯一适合当皇后的人 然后又以龙科都为由 劝太后闭嘴 把太后气得够呛啊 这一局第一遍看 像是太后不行了 遗修占了上风 实际上太后一直站在高点 引导着遗修步入正轨 可这个大侄女太嚣张了 太后实在没办法 只能扭头扶持甄嬛来制衡皇后 遗修亏就亏在不听老人言呀 要不然也不会被甄嬛追着打 即便如此 最后也还是太后的一封一兆 保护了遗修最后一次 太后为了一个侄女尚能如此谋划 那面对自己的亲儿子 她又是什么做法呢 黄刚娘和龙科多的事 儿子隐忍不发 又真情爱护纯元 善待遗修 儿子已是孝顺之急 明明是亲生骨肉 为啥四大爷和太后的母子情 这么虚假 这就不得不扯到上一代的恩怨了 四大爷当年九子多迪 太后出了不少力 可有两件事情 让四大爷误会了亲妈一辈子 这第一件呢 是太后与龙科多的私情 在四大爷的眼里 太后是一个和自己舅舅乱搞的女人 有损皇家威严 不可原谅 可事实是 当年龙科多为了帮姐姐 孝毅仁皇后巩固地位 亲手把自己的女朋友乌雅士 也就是现在的太后 送进了皇宫当工具人 等多年以后 太后想清楚 自己只是个工具人时 以示身陷其中无法逃脱 在四大爷要求太后 亲手毒死龙科多时 太后虽然心痛 却还是亲手送走了这个渣男 所以这事啊 还真是四大爷误会亲妈了 第二件让四大爷无法释怀的事 就是他的胞弟老十四 四大爷从小就很嫉妒自己弟弟 嫉妒他可以养在亲妈手下 登上皇位后 甚至直接就把老十四关起来了 太后身为兄弟俩的亲妈 也是想了不少办法 想化解兄弟矛盾 史梅庄怀孕时 太后送了一只合合二仙金簪子 这背后的意思可没那么简单 这只簪子跪在 是太后怀十四爷的时候带过 太后把这只簪子送给沈梅庄 是看他正直胜重 想借此委婉地向皇上求情 让他放过自己弟弟 可四大爷不吃这一套 看见簪子 心里反而更不舒服了 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有 沈梅庄假运暴露时 四大爷趁机摔了这个大簪子 可扭头太后就又把簪子修好了 还送给了先任宠妃甄嬛 想顾忌重施 要是没有这些生意 库房里那么多首饰 太后有必要飞送这个破簪子吗 不过甄嬛本来就不惜奢华 而且这个簪子 被四大爷从梅姐姐头上拔下来的时候 甄嬛正在现场 哪还愿意带这个晦气玩意啊 从四大爷的角度看 自己一直不如老十四 在太后心里的位置重要 可实际上太后只有这么几次求情 更多的时候他都在为四大爷费心力 只是这两件事 始终耿在四大爷心头无法释怀 成为了这对母子之间的一道鸿沟 太后为皇家劳心劳力了一辈子 努力稳定后宫 多此规劝一休 可还是无法被亲儿子原谅 这种女子生活图鉴 让人看得也是很憋屈啊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宝子们还想看啥 在评论区里翻牌子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